德州一名屋主射杀了闯入家中的嫌疑人 请看记者妮扣的报道 据警长办公室称 一名哈里斯县西北部的屋主遭人闯入家中 于是他便开枪打死了这名嫌疑人 事件发生在周二晚上8点30分左右 地点位于Kenneland-10500街区 据这安办公室称 这对屋主夫妻正当时存在家中 遇到了嫌疑人从后门闯入 房主说嫌疑人一直朝他靠近 他出于对他的生命的恐惧 就向嫌疑人开了一枪 救护车随即抵达了现场 并宣布嫌疑人当场死亡 警局表示 这名房主并不认识嫌疑人 目前此案和犯罪小组正在现场收集证据 当局表示 房主目前仍然没有面临任何的指控 也还没有关于嫌疑人身份的消息 此案将提交给大培审团来进行处理 消息 消息 谢谢观看